欢迎收看白宫意见 我是张经益 好久不见 从现在开始白宫意见将会恢复正常的播出 有大事件尽情锁定 那这期白宫意见也要来谈 从此刻即恐怕将会大幅扭转美国外交政策 改变美国总统拜登命运的一个大事件 那就是在我们一起目睹美国国会发生 有史以来众院议长被赶下台的历史事件之后 美国国会众院是足足瘫痪了22天 连拨款提供给美国最坚强的盟友 以色列的援助都没有办法 这22天美国国会众院还经历了三场 曲折离奇的议长选举 这稍后会谈 然后在当地时间的25号 美国国会众院终于选出了议长 一个此前基本上是默默无名的集保守派对 被美国媒体称为美国几十年来最保守的议长 现年51岁的麦克·约翰逊 被贴上MAGA 也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特朗普人马标签的约翰逊 到底有多保守呢 那他又是怎么选上的呢 为什么说拜登政府对他的当选感到惶恐 但民主党人却欢欣鼓舞呢 他对拜登的外交政策会投下什么变数呢 而为什么美国媒体会说约翰逊是对中国的强硬派呢 最后我想要谈谈这究竟反映出美国政治的什么现实呢 这些议题让我用一期的白宫意见 为你说清楚讲明白 我现在正在美国国会前面 美国国会是降下了半期 因为美国的缅英州爆发了大规模枪击事件 截至目前为止至少18人死亡13人受伤 而凶贤还在逃 拜登宣布全美降半期五天 并且呼吁美国国会通过枪支管控的有关法案 那回归正题 此前一天约翰逊在我背后的美国国会就职议长 那这美国总统第二顺位的继承人大卫呢 此前的美国国会众院议长佩洛西拉麦卡锡拉 在当选议长之前在美国政坛都是摸爬滚打多年 有相当的知名度才选上的 但是迈克约翰逊你听过吗 没有听过不打紧 美国国会议员们在听说他当选之后 不少议员的第一反应也都是 我去谷歌搜寻一下他 然后我查了一下白宫的官方记录 今年中拜登办了场几百人与会的活动 是第一次邀请约翰逊进白宫 估计在茫茫的人海当中 两人恐怕连话都没有说过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直到约翰逊当选拜登才赶紧给他打电话 拜登此前不认识他也就罢了 美国国会参议院的这个共和党的第一把手 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面对记者的提问 也直白的说他根本没有见过约翰逊 那此前在美国政坛基本上是默默无闻的约翰逊 是如何实现人生逆袭的呢 这和美国现在的政治乱局密不可分 约翰逊是2017年才当选美国国会众议员 至今只当了不到7年的国会议员 等于是做火箭直升 那他也创下美国超过140年来最快当上众院议长的记录 也就是他资历不深 那要知道过去快200年 美国众议员要当上众院的议长 可是要花平均18年的时间 那约翰逊是怎么逆袭的呢 在快一个月之前 麦卡锡在和众院民主党议员携手合作 通过为期45天的临时性法案 避免美国联邦政府关门的命运之后 就遭受了历史性的耻辱 被强烈支持特朗普的 集保守派共和党众议员给逼宫 干了9个月的议长就下台了 然后美国国会议长的选举就陷入了死循环 被众人视为最可能接任麦卡锡的是 众院多数党的领袖 史蒂夫·斯卡利斯 那说到这顺道一提 有亲眼见过斯卡利斯 赤裸上身被抬上单架的画面 是这样的 2017年他在一个棒球场练球时遭到枪击 我当时就住在这棒球场的附近 一早听到这个烟火爆炸声还不以为意 那后来声音是越来越密集 警车救护车都来了 我才惊觉我的宿舍竟然是枪案的一个现场 我衣服一套没有穿房 但衣就到现场直播了 报导完之后才回过神 美国枪击案真的是随时就在你身边 总之当时新闻的焦点还有 救了他一命的是一位黑人女同性恋国会警察 作为极保守的南方白人议员的斯卡利斯 是以反同性恋为名的 不过就算是经历枪击案之后 劫后余生斯卡利斯依旧是坚决反对支持控枪 但是他这么保守在支持特朗普的极保守派的共和党中议员眼中 还是不够保守 主要原因是斯卡利斯在美国众院有近15年的资历 被视为是弃德利益者不够诱 而且特朗普本人也出来暗示斯卡利斯不够格 在得不到足够的选票之下他黯然退出 而下一位选议长的人状况是完全相反 斯卡利斯之后挑战议长大卫的是集保守派的最爱 是弹劾拜登的发起人之一 更是对华强硬派的共和党众议员奇姆·乔丹 甚至都得到特朗普的公开支持 但是这回得到特朗普派众议员支持的他 却得不到共和党中间靠右派的支持 在拿不到足够的票数的状况之下 乔丹也黯然退选 面对拜登的敌人的一个挫败媒体报道 有拜登的选举顾问说 他都开心的笑到话都说不出来了 不过现在约翰逊当上议长 拜登不知道还笑不笑的出来 这个等一下会谈 总之第三个挑战议长大卫的是 共和党温和派支持的 众院多数党党党编汤姆·艾默 但是这个人有个问题 就是他承认拜登赢得了2020年的大选 这引起特朗普的不满 特朗普支持者也表明不会投给他 于是在获得提名短短的4个小时之后 艾默黯然退选 从这三连选三连退的一个事件 可以看出两个议题 一个是共和党内部分裂之严重 那一个则是特朗普依旧是房间里面的大象 这个是一语双关 于是有媒体报道 这样下去选十轮都选不出议长了 结果万万没想到约翰逊就这么选上了 原因嘛这家媒体的emoji图 简明扼要的说明清楚了 共和党议员听到斯卡利斯 乔丹跟埃默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全部打叉 但是听到约翰逊的第一反应是 他哪位啊 嗯那就他吧 于是美国国会的议员们跟记者们 就开始集体开启了谷歌人肉模式了 于是人们就才发现约翰逊是这样的一号人物 一开始先来引用各媒体的总结 那就是约翰逊是美国第一位MAGA议长 是美国社会保守派中的社会保守派 所谓的社会保守派 现在就是强调传统的家庭结构 男女有别爱国主义跟宗教信仰 以抗衡所谓的多元文化 约翰逊是来自美国南方的南方路易斯安那州 有看我纵横美国的观众就知道 那里有多么的支持保守主义 这里来谈谈约翰逊有多么保守吧 他在16年竞选美国国会众议员时 曾经说过如果要按顺序给他头衔的话 他首先是基督徒 然后是一个丈夫 再来是一个父亲 接着是一辈子的保守派 然后有一回他在电视节目里自己提到 他会在美国国会的议场的现场 带领一众美国国会议员跪下 公开向上帝祷告 在约翰逊六年多的众议员生涯当中 他投票支持全国性的堕胎禁令 并且试图立法将同性恋列为犯罪 而在特朗普两度遭到谈谈的时候 他都以自己律师的资历为特朗普辩护 在2020年大选之后他也质疑大选的结果支持特朗普 而在对华的立场上他也是强硬派 根据不少美国媒体的报导 他说过中国是美国的头号威胁 看完对于约翰逊的介绍 我想被其发凉的恐怕是拜登 但是民主党人都嗨起来了 拜登跟民主党人的反差怎么会这么大呢 是这样的 此前麦卡锡与众院的民主党人合作 暂时性的避免了拜登政府的关门 照道理来说 在集保守派的共和党人想要赶他下台的时候 民主党人应该要救下这位愿意跟民主党合作的议长 结果所有的众院的民主党人都投票支持赶走麦卡锡 被认为是过河猜桥跟自断深入 自断深入指的是 万一选出一个比麦卡锡还要右翼的议长 拜登的执政之路不是更加困难了吗 但是美国的政治运作很多时候不是靠情意来运作的 而是靠现实来运作的 最现实的是没有足够的募款 就没有办法和对手竞争 无法竞争就要丢掉乌沙帽了 所以在集保守派的约翰逊议长当选之后 民主党议员是立即开始打着要对抗约翰逊的歧视 让民主党支持者同仇敌忾 同时他们也借机大举募款 另一方面对于民主党向选民承诺的许多议题 万一无法实践将来也都能怪罪其保守派的共和党人 特别是约翰逊的阻挠 约翰逊当议长可以说是民主党议员们的礼物 实际上我也收到了拜登署名的选举邮件 这个邮件是怎么说的呢 拜登这个竞选邮件一开始就直接给约翰逊贴上MAGA的标签 目的也是希望借机募款 但是募款归募款 白宫发布的拜登跟约翰逊的通话声明却是彬彬有礼 强调拜登是想要跟约翰逊合作的 因为拜登内心是担忧的 他担忧的不只是两人在内政看法的南辕北辙 在外交的乌克兰议题上 约翰逊此前是屡屡反对提供乌克兰更多的援助 在共和党人对乌克兰支持的评分上 他是最低分的议员之一 两人内政外交不对盘以外 如前所述约翰逊对拜登是否是合法得到美国的政权 都还是怀疑的 因此不少人预估 美国国会众院对拜登的弹劾案将会一路高歌猛进 约翰逊的当选无疑对拜登是内政外交 还有个人政治生涯的威胁 那说到最后从麦卡锡的历史倾家台 美国国会众院的历史性选举外加 之前的约翰逊上台 加上现在民主党人的狂欢 与拜登的担忧显示的是政治斗争摆第一的美国现实 至于美国联邦政府关不关门 美国民生会受到什么影响 反而成了次要 一旦两党无法在众院达成共识 也许下个月到美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各国领导人 将能够亲身体验一把美国政府关门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而拜公意见还将为你密切观察美国的大事件 感谢 平安